为了驾差2000多元的轮胎 车子都已经爆胎了还硬开 基隆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不小心擦撞水泥吨轮胎爆裂 当下就近找车行来修 但是这家车行报价2500元 超出他的预算 于是他决定硬开到熟视的店家 只是这7公里的路程 却吓坏其他用路人 路上听见空隆空隆巨大声响 怎么回事 仔细一看原来前面计程车 右前车轮爆胎 轮胎皮塌陷 还继续上路实在危险 我把他告到旁边那种 怎么爆胎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基隆正名计程车司机 13号早上9点多 前往载客途中擦撞路旁水泥吨 造成爆胎 一开始就近找修车厂 却发现轮胎太贵 要2000多元超出预算 决定硬开7公里找熟视店家 更换便宜的二手轮胎 我在警官的 他的手里要2000块 就是超乎我们的预算 你现在跑的时候 就会冒火星 火星跑出来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车子的状况 省下了2000多元很有感 但爆胎上路可能造成更大危害 修车厂老板建议 可以请道路救援 脱掉维修 别硬撑因小事大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导 Mario suppliers 吟 accuse